好 那我们现在看都布勒效应 我们后面会有个TM的量测值 让各位去理解 然后现在量的是什么 都布勒效应就不是TOW的影响 是时间变化的影响 我们同一个路径乘上去的Gain 跟它的Delay 其实因为我的传送端 或接收端的移动 会导致它会随着时间改变 这时候就会影响到 前后时间DeltaT的效应 这叫都布勒 因为是它的贡献 都布勒效应这时候 我们一样去理解它的平均表现 所以我们有都布勒的 能量频谱的表现 你可以预期它的能量频谱 事实上就是DeltaT的负列转换 这时候频率我们用λ表示 所以它事实上是对时间叉 真正的时间叉的负列转换 那我们这时候看的是我们把频率的偏移设为0 就是同一个频率 那这个东西我们用SCl 就所谓的Fest Fading跟Slow Fading 如果我传送一个讯号 那它的 譬如说我现在30个Milisecond送一次 那Cohenetime只有1个Milisecond 我们说它是Fest Fading 因为我们用延续刚刚的解释 如果我大于Cohenetime的话 它乘上去的Gain会是很随机的 会是几乎能量上面有关系 所以几乎是独立的 所以以30跟10来讲 我一个波形在 我一个波形在传送的过程当中 会被随机的乘上30次的不同的Gain 所以整个波形在时间则会破坏的非常严重 就是Fest Fading 随时给我改变它的Gain 那如果T远小于Cohenetime的时候 那我整个的一个波形 会大约乘上类似的相关性很强的Gain 那这个时候它的波形 就不会被破坏的很严重 我们叫Shape 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Slow Fading 虽然我们写大于小于 那基本上我们都希望能够大很多或小很多 好那之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物理意义 我们来看一下输出的Time Average Autochromic Function 那对Delta T来讲 还记得我们事实上Y線 Stationary 对讯号来讲指的是时间T而不是Tau 我们对变数Tau是没有Y線 Stationary 所以这个是Autochromic Function inDelta T 那基本上就是根据定义嘛 我们就积分一个Window 负T到T然后平均就是Time Average Autochromic Function 然后我们带入了所谓的Unchronic Scattering的定义 然后把讯号放进来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当然就把极限跟积分对掉 Delta消掉一个积分对不对 Tau bar一定要等于Tau 这是Delta函数的定义 所以全部都剩下Tau 好那这时候极限跟积分对掉 放进来就得到了输入的Time Average Autochromic Function 乘上我的Channel的Import Response积分 就会得于输出的对时间Delta T的Time Average Autochromic Function 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时间轴事实上是相乘 所以代表是什么 频谱是Convolution 所以这时候就告诉你说 这个所谓的Dubula Power Spectrum 它的效应是以能量来讲 平均能量来讲 就是它会帮你在频谱做Convolution Convolution就会把你拉开 所以Dubula效应就是如果传送一个单频 有Dubula效应的话就会拉宽 就变成收到各种频率 那这也可以想象 因为Dubula最早的讲法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一辆火车对着你而来 然后再对着你远去 它那个你听到的气笛声 不是原来的声音 一开始会变高只有变低 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频率左右偏移的现象 即使它原来送的是一个单频 所以那是因为Convolution的效果 Convolution才会让你的频谱拉开 会有各种不同的频率变化 好那这是我们的Dubula的Power Spectrum 那它事实上是Cohelation Channel Transfer Function的 Auto-Cohelation Function Delta T的复列转换 然后我们会概念性的把这个视为BD 就是Dubula Spread 然后它的导数我们把它定义为Cohen Time 这是一个指标 一般来讲都是要大于10倍 我们才能够使用 那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整理 这个整理就可以让各位知道 我们要定义一个新的东西 叫Scattering Function 我们事实上最早得到的是Channel Auto-Cohelation Function 它从小写的Cl Tau 冒后T开始 那它的Auto-Cohelation Function事实上 因为它是Y10 Stationer in T 所以这边变Delta T还是Tau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它是Uncoerated Scattering 所以我们会有Space Frequency Space Time Correction Function Tau的复列转换之后变Delta F 因为只跟频率偏移有关 这是我们之前做过的 然后这时候我们把它这个函数 如果对Delta T也做复列转换 得到的是Tau跟Lambda 这个叫Scattering Function 那为什么需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Scattering Function重要 因为我们在量测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说 我希望知道Delay Spread 我希望知道Dubula Spread Scattering Function可以同时告诉我们 Delay Spread跟Dubula Spread 我们看后面有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是量测出来的 它就是画Scattering Function Scattering Function有两个参数 它是一个平均表现 Tau跟Lambda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的Dubula宽度 这个就是我的Delay Spread的宽度 你就要看 那你可以看到说 不同的Dubula会对应到不同的Delay Spread 但是这张图完全清楚地显现 在我们对流程 Tropospheric Scattering Channel 就是平流程量出来的Channel的效应 那所以大概Dubula Spread 事实上大概1Hz到30Hz左右 不会很大 其实还算小 就是偏移1Hz 那Delay Spread比较大 Delay Spread大概是700个Nanosecond 所以经由这样的一个公式 我们知道Scattering Function 可以同时告诉你两件事 那两个都是我们希望知道的 好那这时候当然你还有所有的关系 分别做一维的负列转换 你可以同时做二维的 你对Tau Delta T 同时做负列转换 你就得到了是Dubula Power Spectrum 你把它做二维的负列转换 就得到Dubula Power Spectrum 是非常清楚的 那这个东西如果做负列转换 会这边做负列转换 会得到的是Space Frequency Space Time Correction Function 在这里 那一样你就可以写出它们的关系 它经过Delta F 做Inverse Frequency Form还原 对Delta T做负列转换 得到Dubula 只要看到λ就是Dubula 那如果你把它做二维的负列转换 基本上其中有一个要Inverse 就会得到Scattering Function 所以大概所有的 一维二维的负列转换 来来回回 我们都已经涵盖了 都完整了 所以就差一个Scattering Function 红色这一块 好那这是一个示意图 那这是一个量测图 我们刚刚解释过了 为什么它重要 好那我们这时候讲Delay Spread的概念 这个文字不是我写的 这是某一篇论文 Venny他量测的时候 他做的说明 他说有的论文会去量的是Median Delay Spread 因为我们量是一个平均表现 它有几率 那Median我想这个中间值 各位应该在几率上 在统计上 它是一个统计数值 因为它是几率在50%的地方的一个数值 那有的会提供Median Delay Spread给你 可是基本上它说不见得很有意义 我们大概是希望抓的是Delay Spread是 那个Gain降到99%以下 可是一般的论文可能也不见得会给 一般都是讲Maximum Delay Spread 就是量到最大的 有能量的 因为我在接收端量 那如果Gain是0的时候 或是它低于我们可量测的范围 因为我们量测的仪器还是有个最小的可量测到的数值 低于那个数值 我们那个仪器可能就量不到了 所以你量到的最大的有影响的数值会记录下来 这叫Maximum Delay Spread 这是一般量测的 我的接收端有量到的传送端一个特点 讯号特点的最大的延迟值 那基本上它跟99%应该也蛮接近的 所以这边是稳逆量出来的 它在纽约量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一般比较复杂的地方 像工厂都会比较大 像空矿地形复杂的地方都会比较大 那一般比较干净的地方 大概都是50nano Delay Spread最大值 那这里它是量另外一个平带 1.8GHz到2.4GHz 那它就去做量测 那Median跟Maximum你可以看到 事实上Median不是到一半 就Median是40 可是Maximum大概可以到120 120 那一样你可以看到就是像工厂 或是比较复杂的地方 有很多的金属装置的地方 通常Delay Spread会比较大 那如果是一个干净的单一房间 其实Delay Spread大概不会很大 大概30左右 那这是它量测4GHz到6GHz 左右的Delay Spread 那它基本上做了一个结论 它说它经由这么多的量测结果 它说其实我的Delay Spread好像跟我的中心频率 比如我的Carrier的频率不会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它的一个量测结果 就是在Indoor来讲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让我们知道说Delay Spread其实跟Channel的特性 关系比较大 接着呢我们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model 很重要的model叫Jack's model 那Jack's model在课本里面只是一个范例 不过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讲 因为都博勒效应其实在快速移动的空间 你需要有个model来描述它 可是一般的model呢 基本上都是量测出来的一个实验model 那Jack's model是一个有公式的model 它的都博勒的Power Spectrum 刚好就是一个公式化的 基本上它的形式是这样子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看的都是频谱啦 你会发现它的能量 乘上去的能量 它会将它的能量集中在两个边界的频率 正的fm跟负的fm 中间都很小 那tide domain的channel correlation function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sync函数 sync函数的样子 但是事实上不是sync函数 它是modified basal function 它是一个zero order的basal function 对不起没有modified zero order basal function of the first kind OK 好 那我们要介绍 那因为Jack's model在早期非常常用 因为在模拟上它有公式 所以你的写程式可以很容易的去模拟说 我的系统面对Jack's model 是不是可以工作的很好 那我们要知道它的由来 然后知道说我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用Jack's model来模拟是对的 好 那Jack's model有几个公式 它基本上有fm fm基本上就是你移动的速度 除以光速乘上你的carrier 所以跟carrier有关 可是事实上如果你把它换算之后 你说fm除以fc等于v除以c 也就是说它那个dubler spread fm叫做dubler maximumdubler shift 事实上是比例关系 它是固定比例的 你的速度除以光速的固定比例 所以当你fc越大 你fm会越大 可是它是一个比例关系 v跟c呢 v是你的移动速度 那单位当然要一样 因为v除以c要没有单位 所以如果这边是公里 这边就要带公里 1.08公里等等 fc就是你传送讯号的频率 那它是一个公式 那我们现在要看这个公式怎么导出来的 你就可以理解Jack's model背后 是在什么样的环境 才会产生Jack's model 它是一个很棒的 有理论基础的 有公式的一个model 那我们看一下 无线通讯你就可以移动 所以假论有辆车 那这边有个基地台 它要传送一个讯号 那假设在某个时间 它的入射角是θ 那车子往某个方向移动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一个delta t时间之后呢 车子会移动到某个定点 那这个时候 它跟原来的传送基地台的距离 就会改变 那我们就算这个距离 这是θ 所以这是lcosθ 这一段是lcosθ 我想这个很自然 那所以这一段的距离 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算 就是vdelta t加上lcosθ的平方 加上lsinθ的平方 开根号 这叫做必试定理 所以我们写在这里 就是这一段的距离 那这一段的距离 扣掉原来的距离呢 就是我们的距离差 经过delta t之后 我的电波要多走的时间 那我们知道电波事实上是这样子 电波会多走delta l的距离 那平方把它展开来之后 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l平方 b平方 delta t平方 这个我们就不念了 减delta l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算说 因为我们要算的是 都不乐效应 是频率改变 所以我们关心的事实上是 因为我们把这样的一段 称之为2π 我们关心的是相位改变 所以多走距离 多很多也没有关系 我们看的是到达这边的时候 到底它是停留在相位是175度 还是120度 就是它没有走完 它一个电波没有走完 所以我们当然是delta l除以波长 那波长我就不写lambda 因为这里lambda我们已经用来表示 就是督补了频率 所以波长我写成是c除以fc 光速除以你的频率 那是就是你的波长 那整数倍 那如果是算出来是1.8倍 就是101.8 那表示说我走了101个周期 那最后一个周期没有走完 只走了80%的周期 所以我们乘以2π 它是比例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相位改变 这时候我们知道说根据定义 我们也知道说频率 就是相位改变的微分 那我们要除以2π分之1 出来就是hz 好那这个时候微积分就用进来了 刚刚的delta phi 我们刚刚有算出来 就是delta l除以波长 delta l实际上我们刚刚有算 B式定理 把你算出来了 那除以delta t 里面有delta t 然后让delta t去均于0 我们看瞬间 瞬间的频率改变 2π削掉 这个变成c除以fc 变成fc除以c 放在分母fc除以c 这个极限应该很好算 因为分子分母带delta t 等于0的时候是0分之0 0分之0的时候 我们知道微积分告诉我们说 要取极限是分子分母都微分一次 它微分就是1 它一微分之后delta t带进去就是cosθ v 那我们不做了 同学自己去做微分 这是个多项式开根号的微分 应该非常好做 所以我们看的是重要的结果 你可以知道它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我当时瞬间的都布勒的偏移频率 就是vfc除以c乘上我的夹角cosθ 这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没有都布勒频率 cosθ等于0 90度 如果我跟我的传送端 我的移动速度方向跟我的传送端 是垂直的时候 或几乎垂直的时候就没有都布勒 那同方向的时候 cosθ是0度的时候 同方向的时候都布勒最大 那所以或是都布勒是最大的正或最大的负 那我们看一个实际上范例 让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如果我们开车 108公里每小时 那应该很合理 就是我们高速公路也许随便一踩 就到108 对不对 虽然数先是100 这已经超速了 108的计算比较好算 那我们用5GHz在做传送 那光速刚好是1.08乘以10的90方公里每小时 所以这样一算出来 λm就是500Hz 乘上cosθ 那500Hz如果出于5GB的话 这个比例大概是0.1ppm 事实上很小 所以事实上 0.1ppm就是每100万个脉冲 我只多你0.1个脉冲 所以事实上这个速度的都布勒 基本上不大 所以很多时候都布勒 不见得完全是你的移动造成的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造成的 你channel的改变云层天气相互影响周围的建筑物 因为你的波不会这样直径 你会这样打这样打这样打 周围的东西也会移动 所以没有那么单纯 所以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很单纯很干净的环境是0.1ppm 实际上不会那么小 因为所有东西都在动 你的电波建筑物遮蔽全部都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系统 所以那时候都布勒就会严重了 好所以Jack's model第一个分析做完了 他告诉你说单纯环境的都布勒其实不很严重 好那这我们来看Jack's model 它是怎么来的 那这时候说我们的tau呢 事实上这是这个delay 就是我电波打出来到汽车收到的delay是tau 可是因为我汽车在移动 所以它会随着时间t而改变 所以我们写tau等于tau t 好那它的微分我们先算 微分根据定义就是tau加delta t的数值 减掉t的数值除以delta t去极限 tau加delta t事实上是l加delta l除以c 这是l除以c这很简单 delay就是距离除以光速 基本上你会发现它就是cdelta t分之delta l 非常简单 一算就是我们刚刚的vccosθ 这就是瞬间的都布勒距离的微分 那这个时候呢jax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说f'x等于某个数值的时候 那我们用线性的预测 我们就说fx大约是x乘以f'x加上一个常数 这就是线性嘛 我们就用一条直线来逼近你的行为 所以我就是一个基准值加上你的微分乘上x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我用微分乘上x加上tau 就是我当时的真正的delay 它是叫线性逼近 所以第一个你了解到它用线性一次 那一般来讲为了简化我们就基准没有关系 我们设tau为0 那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 来给你roughly看那个jax model的想法 假定我在射频的convolution事实上是一个随机变数a 或是常数a乘上tau减tau 这叫single pass model 我就只有一条路径 就是单直接射进来的 那它的delay时间是tau括号t tau是一个convolution的变数 记得c是一个乘上去的 所以我接收端只会有st减tau 这个路径留下来 其他都没有了 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用一个特殊的model 在这个所谓的time varying multipass fading channel 我们事实上是射频乘上一个旋转tau的旋转 就是等效基频 我们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那我们就把它带进来嘛 带进来 cltau事实上是我们假设 我们只看一个pass 然后我们就做对tau的旋转fc是你的载波 然后tau t是你瞬间的一个delay 好那我们这时候tau t用线性的b进 所以这个都是approssimation 用线性b进嘛 那线性b进这时候我们用一个关系就是v除以c等于fm除以fc 还记得它们的关系是一个比例关系 好那我们就v除以c带fm除以fc fc消掉就得到fm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等效基频公式 单一路径 单一变化路径 随时间变化的路径 那这时候我们就去串刚刚说可以公式化的autoclonal function 假设它是wise and stationary 只跟时间差有关 根据公式就是前面的时间乘以后面的时间的conjugate 取期望值 然后你就把公式带进去 好所以你现在知道jax model的由来了 书上是没有的 我们就很清楚的交代 因为它太常用了 那这时候第一项会消掉 这一项是正的 这一项是负的 第一项消掉 所以只剩下delta t 然后呢这两个delta 这边有两个delta函数跟积分消掉一个 我们是对tobar做积分 这边有个delta tobar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tobar带t 那这个拿掉就好了 a的话基本上是a平方 如果是随机变数的话 这边就乘上一个a的期望值 反正也是一个常数 无所谓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jax model了 如果你还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的transfer function 事实上这个是channel的transfer function 是对前面tobar这个argument 对delta f做复利的转换 如果是uncorrect scaling的话 这是space frequency space time的correction function 那我们带delta f等于0 所以这项没有了 所以它事实上是它的积分 那积分我们把刚刚的事实带进来 这边有个delta tob也消掉 所以这就是答案 那做到这里呢 其实没有做完 我们这时候有个假设 θ是uniform 在负π到π 事实上我们写在这里 当一个函数你的iθxθ θ是uniform 这个东西出来答案就是j0 这是basal function的基本定义 j0挂号x 这样是不是你可以理解jax model的由来 jax model基本上就假设 我的入射角度是所有角度都有可能 因为我们刚刚只看一个路径嘛 那我们看所有的路径 然后是一个期望值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θ uniform 前提底下 然后我们用数学公式推导出来的一个model 好那你会问说θ为什么可以是uniform 我的入射角 我刚刚的角度不是只有一个角度吗 我这里可以看到只有一个角度 那我只画一条路径 所以你如果看这个 我们事实上传送端的电波打出来是四面八方 当然第五代行动通讯会有beam forming 会有这个指向性的天线 专门指某个方向 那可能问题就不一样 所以如果指向性的天线 可能就不适合jax model 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四面八方 amni direction的antena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打出很多条电波 那我们画一个椭圆来讲 这是两个椭圆的圆心 如果这时候你会发现 我蓝色的电波的入射角度 每个角度都有可能 如果这边都有一些阻隔让你反射的话 基本上如果在一个空间到处打 其实你的入射角度是有可能什么角度都有 甚至打到背面再反射回来 你还有从后面回来的电波 然后这些蓝色的delay都一样 所以它是同一个t 我没有办法分别 因为我为什么画椭圆 我们椭圆有个性质 就是这边的路径都一样 距离一样 delay一样 delay一样它同时到达 我接收端没有办法区隔 但是只有入射角度不一样 而且入射角度是随机的 那如果是uniform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知道 jax model的概念 它为什么会长成那个样子 你必须要有个什么样的空间 你用jax model来解释是合理的 所以我刚刚讲说 如果你没有四面八方各种不同的角度的一个无线通讯的环境 你用jax model可能不见得是那么合理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它常用 所以我们这边稍微说明一下 所以有些model你必须要了解它的一个由来 就很清楚了 希望这样子介绍 但至少对jax model是一个很 因为它在理论上在很多的模拟软体上都会提供jax model 开放空间四面八方散射就是jax model可以玩的世界 现在介绍另外一个model就是802.11那时候有出了一个handbook 它会介绍说请你在无线通讯模拟的时候应该要采用的channel model 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它是这两个事实上是801.11 其中有一位应该是主席吧 chair 他专门做那个committee 然后来制定这个标准 那基本上它是一个working group的chair写的 那他说他建议用这样的model来做系统模拟 那基本上它相位是uniform distribution 那大小是raylay 但是它有好多路径 那它是sampling 因为接收段我是在sampling处理的 所以它每ts时间会看一个delay 它因为一般来讲802.11 wifi是室内用的 所以它会假设说我是time invariant 所以你看它的观点在书上后面有 所以基本上跟不随时间t而改变 那同时呢它假设它这个平均每一个 记得这个是乘上去的gain 它有个每个delay的版本 比如说这个的话就是s减掉t减4ts 所以我送了之后会隔4倍的ts 才会收到的讯号 它乘上去的gain 它乘上去是7tau4ts 那这个乘上去gain的平均的能量高度呢 事实上是指数递减 指数递减 所以最主要的路径呢 事实上是影响最大 好那当然它假设θi是uniform distribution 那αi的话它事实上相乘起来 是构成二维的高斯 所以它是ray lay fading 能量的话各分一半 就是两轴各分一半 那sigma i是最大的sigma0平方 乘上一个指数递减 指数的一个这里的i是一个整数 它不是根号负1 i是一个整数 它是一个它的衰点的比例是tau rms分之ts 那个tau rms是真正的传送管道量出来的delayed spread 它是用rooming square的方式算我们后面给定义 那ts是你的sampling rate 你接收端 我们wifi的线路如果你去买ic它上面会告诉你是20MHz还是40MHz 它是一个你多少 多久会sample出一个路径来 它会对应到你接收的sampling rate 那这两个一除的话就是你的衰减的次数 基本上sigma i平方总和是1 也就是我这个multipat fading不改变 基本上平均来讲它是一个能量不灭 我送1瓦平均送1瓦接收端平均也收到1瓦 那当然额外的能量会从杂讯来 所以sigma i平方是等于1 那sigma0平方是1减到1的最负的ts除以tau rms 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的autocoalition function 根据定义我们知道说它是有两个不同的路径 但是要把其中一个积分积掉 如果还记得uncorrect scattering是像rcltau deltatau bar-tau 才是rctau tau bar 记得就是说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路径 我们要算它的autocoalition function 那我们假设uncorrect scattering 所以tau跟tau bar如果不等都是0 那我们只看到前面相等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把它积分积掉 有两个不同的路径uncorrect scattering 告诉我们要积分积掉一个 根据我们的定义就是cl跟cl star 在tau跟tau bar之间的期望值 刚刚给我们的公式是这个 那这边还有一个东西没讲 i max它不是无限多根 通常是取十根左右 二十根左右 我们等一下会算i max 告诉你书上怎么算 人家怎么模拟 那你会很清楚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把公式带进来了 刚刚的公式嘛 然后有两个α i 相乘 所以α i 平方 然后有两个delta 然后有tau bar-tau 我们记得tau bar跟tau积分就消掉 因为是uncorrect scattering 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式子出来 就是delta乘上1α i 平方 那α i 平方我们刚刚已经给了 它是一个指数递减的一个公式 所以得到delta tau-it 它一个一个的脉冲 一个一个的脉冲 这是期望值 这时候介绍人家量测出来 告诉你是rooming square delayed spread 什么叫rooming square 一个函数 我们要算它的rooming square的value 基本上的定义是这样子 给你一个fx的话 就是积分fx乘上x平方 dx 那除以积分fx 这个相当于什么 second moment 因为fx是一个distribution 减掉它的期望值fx乘以x dx normalize的平方 这个叫做fx的rooming square rooming square的value 这统计上相当于我们的variance 看你的宽度 相当于一个宽度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要算delay spread 我们算的是rooming square delay spread 以这公式来讲 它就是我们的autochering function the gain 这个是乘上去的数值 那tm有点像是我们的delay spread 我们先做second moment 但要normalize 然后这是first moment 但是取平方 这叫rooming square 好 那如果你知道 什么叫rooming square的话 我们就把刚刚那个式子再带进来 它是好多的submission 这时候积分跟delta就对掉了 积分跟delta消掉 我们外面有delta 外面有积分 所以只剩下submission 那tau就带its tau就带its 就好了 那sigma的地方都消掉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rooming square delay spread 那为什么要算这件事情 我们要讲这个事 这边的目的是什么 802.11 它建议的handbook 建议的模拟的话 我们知道说 how rms 是量出来的 它不是你能改变的 我们先要模拟 所以我们在这个房间 我们量出来是200nosecond 这个rooming square delay spread 这个房间 我用量测的 它的delay spread 大约是200 那这个channel model 一定要fit它 那我们这时候呢 我们有i max i等于0到i max-1 到底要放几根 跟你的算出来的t rooming square 你放的i max越多根 t的rooming square越大 你放的越少 t的rooming square越少 那你不能说 我现在这个model 我取10根 算出来大约是100nose 然后我去模拟说 我这个系统做得很好 那结果真正一用 就发现不能用 因为你模拟用的channel model 太简单了 你模拟用的channel model 只有100nosecond的delay spread 可是实际上是200 所以我们要取几根呢 你一定要完全希望 让它大约是200 这样我们的channel model 才会完全符合 符合现状 所以这边的道理就是说 这个trms大写的t 是我们假设的数学model 所算出来的rooming square delay spread 它跟量测出来的 要几乎相等 我们这样的模拟才有意义 这样可以理解 我们这边要讲的事情 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channel model 来描述这个房间的传输 我们这样来模拟 就是用这个model来模拟 可是它模拟出来的 要跟实际的要吻合 不然意义就不大 所以现在下一个目的就是 trooming square 是来自于这个channel model 跟我们量测出来的要几乎一样 好 那我们就说 它书上要建议这个事情 可是它书上没有计算 所以我提供给各位 它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择说 我要做几根 我要几个path 使得我channel model 数学做出来的delay spread 跟量测出来的要几乎相等 这样我用这样的model去模拟才有意义 那这时候呢 因为大家都是用一个ts为基准 所以我就normalize 这是没有单位的 tau tilde rms 是tau rms 除以ts ts是你的工作频率 像一般是20Mb到40Mb 好 那这个时候 大写的t是我model做出来的 它是tms除以ts normalize 所以这两个turn是没有单位的 它是比例 因为是时间除以时间没有单位 它是比例 一般是远大于1 一般是远大于1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跟后面的省月有关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算这个tau tilde rms 你这边有ts平方除掉 所以就变normalize 所以这个ts平方都不要了 那这个上面就是tau ms除以ts 所以这个导处也没有了 所以基本上你的p呢 事实上是1的-1除以tau tilde 那我们写成1的-x 那我简化 我不要写imx 我会说n 我们要放n根 n根的 就是n个path的system 那这个公式事实上是p的i四方等比极数乘上i平方的和 这个数学上很容易做 这个应该会做 这边是i乘以pi 应该也很容易做 所以我们就直接给公式 这是等号 等号 p的n四方就是1的-nx 这时候书上并没有写 它事实上是用tile展开式 我写在这里 x平方p1-p平方 那就是我们这边乘上一个x平方 就是这个项 这个项tile展开式 对原点来讲 就是1-x平方除以12 加x四方除以240 加上big o x三方 这个事实上是在x幾乎是0的地方 做tile展开式 表示x要很小很小 好那所以把x平方除过去 这个就是它的tile展开式的b近 后面这一项呢 改写就会等于这个式子 等号 我没有任何资料损失 这边当然是tile展开式的b近 后面当然是有个公式 那我们希望的是什么 我们实际上做出来的 数学上的delay spread 跟量测出来要一样 我们希望大约一样 那我们量测出来事实上是x平方分之1 记得什么是x x就等于1-tile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希望什么 我们希望说这一项呢 大约是x平方分之1 好那我们12分之1 我们觉得很小了 算了 因为x通常是很小 还记得我们的tile展开式是x接近0的地方 所以x导数是很大的 所以12分之1省略了 要看了 这一项240又是x平方 因为x很小又省略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要了 留一项 好那这个就是x平方 x平方 x平方分之1 所以只要这一项本身小于 譬如0.01 那这就是1-0.01 乘以x平方分之1 就大约是x平方分之1 没有问题 所以只要这一项够小就好了 我们是x平方分之1 减掉0.01 乘以x平方分之1 我们说这个大约是x平方分之1 这样没有问题 所以只要这一项很小 那1-0.01 这0.99 所以我们模拟上来讲就合理了 这里我们就说 这一项要小于0.01 你去画图 nx掉到大于9 就小于0.01了 当然大一点越大越好 因为它是一个d- 不过基本上 n就是imax 对不对 所以叫大于等于什么 x分之9 那x是什么 x在这里 x就是tl分之1 所以就是9倍的tl tl 那什么是tl 就是量出来的 除以ts 乘以9倍 那这里handbook 它在后面直接说了 它建议10倍 这边少写了 它事实上是10倍乘以tl rms 除以ts 好 进而这样的推道 你现在就知道这个建议的由来 它中间都完全没有告诉你 因为它是一个handbook 它不会告诉你 它为什么要这样建议 它基本上书上就告诉你说 你的量出来的rmsdelay spread 除以你的工作的sampling period 乘以10 就是你一定要用的模拟的 模拟的系统的根数 所以我们看一个例子 你就知道了 譬如说我现在一个房间 家里 我量出来delay spread大概是50nano 假定我现在是20MHz 的一个sampling rate 工作频率 我每20MHz sample一个点 然后来做我的indo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用802.11 Wi-Fi 好 那ts的就是工作频率的导数 大概是50nano 所以tlms就是1而已 所以tlms1的话 imax大概是它的10倍 就很够了 10倍 所以基本上你的model 做出来的delay spread imax大概是0.9957 所以跟1 是不是很接近 很接近 办公室我们刚刚讲 Venny量出来大约都是100 所以工作频率是20MHz的话 大概tlms是2 所以imax10倍20根 20根 所以大概是1.975 如果是很复杂的工厂的话 大概是4到6 那就40根到60根 那你的delay spread 那你的delay spread大概也蛮接近3.98到5.98 那越多根 可能越好 可是越多根你的大T的delay spread 就会 可能会过头 我们也不需要过头 那不过基本上我个人的经验是 就是我们以前在做802.11 模拟的时候 用这个channel model 都会让整个系统会很糟 因为其实这个channel model 是很难对付的 很难对付的 它不容易 后来我们都用比较简单的model 因为实际上的channel没有这么糟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差的 我们讲比较糟的model指的是说 你不容易在上面设计一个系统 可以在这个model做出来的效能很好 如果你的系统做完了 用这个channel model 就是802.11 handbook 模拟出来很好的话 基本上你的系统应该是做设计的非常好 我还是希望说 同学在用很多的channel model的时候 除了会用之外 我们叫做知其然还是知其所以然 你现在了解到 Jack's model是怎么来的 你叫802.11 handbook 他所推荐的channel model怎么来的 可是这些model都有点artificial 都有点人工化 也就是我们让人去想象 我刚刚有讲说 我们自己模拟的时候 发现这个model其实很糟 很不好 很不好对付的model 所以你要设计一个系统 能够在这个model生存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还好真实的系统好像没这么严重 通常都会有几根 很大 后面都很小 通常量出来 譬如说我有朋友 他到澳洲去量 他们在澳洲量的时候 就发现突然有两根很大 其他都很小 发现原来远远的有两座大山 所以那个都是跟地形地物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介绍其他形式的model 像这个就是一个two path model 它有一个direct path 有一个single的multi path 基本上 direct path我们讲说就是tau-0 就是在delay最直接的路径 我们把它normal来成0 然后另外一个路径叫做tau-0 它随时间改变 那有个别的attenuation 分别是alpha跟beta-t 那基本上这个model是很适合用来作为 飞机跟地面通讯 它们量出来的一个model 所以基本上很简单 只有两个pass 然后主要pass称之为 好像是进射specular component 那beta-t基本上是0min的高斯 那另外一个model呢 就说是line of size 也是量出来的 叫rummer 在1979年对6GHz量出来 那时候可能在长途的声音跟video的传输上 然后就某一家telephone company请它去量 它量出来是这样子 有个也是基本上两个pass 一个是tau等于0 就是直接的 一个是delaytau-0的 那tau-0是固定的 tau-0是固定的 然后不随时间改变 那alpha是一个overall attenuation beta是shaped perimeter 就是shape 里面delaytau-0的那个路径的接收波 乘上去的那个gain 那f0事实上是 我们称之为fade minimum 那也因为这个 我们等一下会用来解释 我们有deepfade的效果 我们叫deepfade 就是我们的衰减呢 会有一个最低点 而且是循环出现的 那他用这个量测呢 就可以来说明这件事情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f0 这里f0事实上是等于 如果我把cl括号f 什么是cl括号f cl括号f 那这乘上去的gain有大有小 对不同的频率 那我们把它取最小的一个 的那个f 我们事实上刚好是f0 基本上你把它带进来 取绝对值嘛 magnitude 刚好就是alpha不用看 因为我们取得是比例上最小的 它是1-beta 1的-i2pi f-f0 这个事实上是等于 根号的1加上2βcos2pi f-f0 这个同学可以自己算 加上β平方 cos最大最小的话就是 最小就是-1嘛 所以基本上-1的话就是 这就是1-2beta加beta平方 所以就是1-beta 最小是1-beta 输出端 对于那个频率来讲 乘上去的gain是最小的 那个地方我们称之为diffate 或叫phate minimum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的乘上去的gain 有一个最小值 这个x轴化的是f-f0 它会是个周期性的 因为它的gain 事实上是1加上2βcos 这边我们就不写了 加β平方 这是2pi f-f0 那基本上你会发现 这个f会循环 循环的话大概是1-0分之1 1-0分之1 2-0量出来大概是6.3n 导数大概是158個 mhz 所以如果你的频宽 刚好卡在这两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diffate 所以我们在塔台跟 你有这个效应 你知道的时候 你在塔台 对于 飞机对塔台的通讯 你就不会选这个平带 你不会选这个f0 它量出来说 α跟β是独立的 它把它拉开 shape parameter 跟overall attenuation 是独立的 fβ的话大概是0-1之间 因为β基本上 不会超过1 那它基本上是随着 1-β的2.3次方 那1就是0 那比较特别的是 α事实上是 log normal distribution 意思就是 负的log alpha是 Gaussian distribution 它量出来是这样子 所以f点f 各位知道 这个α跟β都是随机变数 所以我这个图形不是长这样 它事实上是 等一下画好一点 那为什么要稍微画好一点呢 因为它的最大值跟最小值的地点是固定的 不管你α跟β是多少 它是个周期性的 所以基本上这一点呢 不管你α跟β 瞬间 它的随机 随机值 是多少 你永远在这个地方有最小的gain 好一点的话就是β很小 那你所以1-β就很大 但是你基本上这个地方还是最差 这里还是比这里差 永远是对的 所以它是一个永远的随机的de-fade de-fading phenomena 所以你有很多种channel model 1-pass 2-pass 一般最简单的就是用2-pass 或3-pass model 接着我们开始要做效能的分析 在分析之前 我们要先把传送管道做一个分类 我们喜欢的是什么 slowly fading 最好不要fading的太严重 慢慢的fading 就是它在同一个symbol里面 同一个时间轴的symbol里面 它改变的量是一样大的 不要让我的shape波形变得太厉害 frequency non-selective 不要让我频谱的波形变化的太厉害 所以如果你要这样的话 你基本上你的传送的时间的周期 跟coherent time概念上来讲你要比它小 那你要frequency non-selective的话 你的频宽基本上要小于coherent 你这样子你的波形 频谱的波形才不会变得太大 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有个基本的概念性的假设 就是我用的频宽跟我传送时间相乘是1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式子告诉你说 t除以delta tc要小1 这个式子告诉你说 b除以delta fc要小1 所以这两个相乘呢 要小1 那所以这个时候 t跟b相乘是1的话 代表的是bd跟tm要小1 通常要圆小1 我们才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传送管道 那这个让我们能够选择我们的大b跟大t 那有些channel 可是bd跟tm是量出来的 这两个是我们不能够改变的数值 这是delay 一个是delay spread 一个是double spread 这是量出来的 所以代表的是说 有的传送管道 这两个相乘大于1 你永远不可能同时slowly fading 跟frequency selected 所以bd tm是一个很重要的channel的参数 称为spread factor 我们当然希望这两个相乘比1 小越多越好 如果它大于1 代表的是你不可能在这个传送管道送的很好 那所以这边有个范例 就是说如果小1的话 我们说这个channel叫underspread channel 是一个good channel good for our transmission 如果overspread的话 那你可能要用斩瓶的技术 我们后面会教你斩瓶技术 叫做rack receiver rack receiver 最近川普不是讲吗 他们的森林大火 你就要用rack 迷事要拿那个rack去森林 爬一爬 把那个甘草爬掉的时候 你就比较不会森林大火 因为说芬兰总统跟他讲 他们芬兰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后来芬兰人都拍了很多影片 他们都要森林里面去爬 所以rack就是那个什么 就这样的一段爬干草的东西 叫rack 我们后面会讲rack receiver rack就是那个猪八戒用的那一只 叫rack 好 所以就是underspread over spread 这边有一些传送管道 还有量侧 那你会发现 大部分都是圆小于1 但是有一些会几乎接近到1 因为它的duperless spread太大了 所以盛起来会接近1 接近1大概就不行了 你没有办法做到slowly fading 同时是frequent性 只能selecti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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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